就延續上週的主題 上週我們看了這本書 就是專門講底層C語言的書 基本上各位所學的那個C++應該是沒有 基本上都沒有講到這一段 二年級的同學就更不用說了 因為你們學的是Javascript 所以C語言基本上 除非你自己學 不然大部分的人是沒學的 可是它有它的重要性 因為整個底層都是用C語言所建構的 現在偏向於應用層和系統層是採用不同的語言 系統層的話通常會採用C++ 然後像Apple可能還會有 其實Apple也是C 但是它後面可能會再接一些Objective-C 可是到了應用層的時候 現在語言就很多了 像比如說Python、C Sharp、Java、Javascript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偏應用層的語言 那C元這種東西是非常特別 因為它是專門設計出來就是為了寫作業系統 所以C元的發明人同時還發明了Unix這個作業系統 他們是兩個人一起 Ken Thompson還有Dennis Rich 這兩個人一起發明了C和Unix 當然他們兩個其實有一個人是比較偏C元 有一個人是比較偏UNix 但是後來合起來他們其實是在同一個小組 那合起來其實就是一個既有程式語言又有作業系統又有編譯器的那種專案 那C元的設計你會看到我們稍微很快的複習一下 你會看到其實這些很奇怪的程式碼 跟你一般在學校裡面所看到的程式碼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些其實是很有技巧的 它是跟整個硬體的底層密切結合在一起 那這裡就會牽涉到像很多人會覺得這種標頭檔很奇怪 比如說那天有同學在問If NDEF這是什麼意思 If NDEF之後又要Define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種叫引用防護 那我們上禮拜應該看過 那這個是怕下面的東西被定義兩次 所以才會做前面開頭的這種引用防護 讓它不會重複被定義兩次 那這種東西後來其實也有發展一些 另一種做法叫Plegma-1 但是其實比較常用的還是If NDEF 因為Plegma-1其實是有一些麻煩 那雖然它的語法比較更簡單一點 但是If NDEF還是業界比較常用的 那在你會寫那種標頭 然後會使用記憶體映射輸出入之後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輸出入 像這樣子的方式 那這些其實都是定義在標頭檔裡面的東西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 譬如說存取鍵盤 存取螢幕 或存取網路 或跟周邊裝置溝通 或跟宿主電腦溝通 那這是上禮拜我們就講過的 但是當你跟周邊裝置溝通的時候 像剛剛這種方式法 它會有一個回圈一直卡住 這種一直卡住的回圈 就是忙碌等待回圈 那這個在寫簽入式系統的時候非常常見 那如果你用忙碌等待回圈的話 你大概只能夠處理一個裝置 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就等在那裡嘛 我等著鍵盤 我就不可能再去等滑鼠 我等滑鼠我就不可能再去等別的 所以我們一次就只能處理一件事情 那這當然是不好的 所以通常如果你決定採用沒有作業系統的程式寫法的話 你會寫一個像這樣的輪巡迴圈 那輪巡跟忙碌等待很像 只不過他每一次詢問的時候 他會先詢問第一個裝置 再詢問第二個裝置 再詢問第三個裝置 然後一直問到最後一個裝置 都沒有人有輸入或輸出的時候 他就再回過頭來 再從第一個裝置開始 那這種就是輪巡 那對每一個裝置而言 他都會檢查 他是不是已經可以輸出入 有的話我就做輸出或輸入的動作 OK 好 那到了 如果你輪巡覺得不夠好 什麼時候你會覺得輪巡不夠好 就是說你一台電腦本質上 他就是需要做很多件事情 但是你如果用輪巡的方法 你就變成說我得把他這些很多事情 全部都納入一個很大的回圈裡面 去處理完 那這樣子當然也不是不行 可是問題是你一旦你要加一個新程式 或加一個新函數 你就得重新編譯整個系統之類的 那會是一個不夠好用的狀況 就是說不夠彈性和動態的狀況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考慮加入作業系統 那加入作業系統的時候呢 其實就目前的遷入式的環境 所謂的作業系統 通常跟你桌上行看到的作業系統 有很大的差異 桌上行我們看到的作業系統是像這樣 你看我這裡視窗開起來 然後關掉 我可以開別的東西 但是呢 遷入式的作業系統通常 不會支援這麼複雜的動作 他可能沒有螢幕 他可能沒有鍵盤 他可能沒有滑鼠 他可能沒有網路 OK 那這時候他其實不需要讓你一邊聽音樂 所以還可以一邊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遷入式作業系統 往往支持的跟桌上行作業系統有差 遷入式支持的東西是 我要讓很多函數同時執行 這時候他為了要讓很多函數同時執行 那我就發展出一種就是 可以在你函數實行到一半的時候 就把你切掉的方式 那切掉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你自己進入輸出路模式 然後就讓出來 另外一種是你沒有要停止 譬如說你那個迴圈還要做很久 可是呢 作業系統會強制把你停止 這種他會利用時間中斷的方式 把你強制停止 停止完之後 他就把你這個thread先切出去 換另外thread進來執行 那所以像這種東西 你就會看到他有像這樣子的程式 這種程式 那這種程式 test1,test2,test3 你看到其實他只是一個函數 但是這個函數裡面其實有個無窮微圈 有個無窮微圈 所以其實他跟你一般的函數是不一樣 你一般函數不會這樣寫 你一般函數這樣寫的話 他就把整個系統給卡死 可是我現在定義這三個函數 我卻可以同時執行 這是他這種所謂的有嵌入式作業系統的特色 有現成的特色 那thread 還有thread.create 這是剛剛那個test1函數 然後他的參數 這個參數基本上就是印出 我是test1這個thread 然後就這樣子做 連續做三個 照理講當他做第一個的時候 應該如果照傳統的函數 執行方法 他應該做第一個的時候就卡在那裡 就無窮微圈 就不會動 可是 那他怎麼會執行第二個 所以這是 他不是傳統的函數 他是現成 他是先 把這個函數啟動之後變成一個現成 然後我的作業系統可以調控 每一個現成什麼時候應該執行 什麼時候應該停止 OK 那這個就是 這種thread的做法 那這個後面我們還會再看到 那他是一種更彈性的系統架構 那他不用採用輪選 他只要 只要採用thread的方式 那你在每一個thread裡面都可以做出入 那這是上禮拜已經講到的部分 那今天來看的是 如果你寫thread系統的程式 你必須要寫啟動程式 然後啟動程式裡面會包含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是連C元都沒辦法涵蓋的 其中一部分是組合語言 另外一部分是連結檔 那組合語言 這些東西長什麼樣 我們先看 我們這本書裡面 大部分的範例都是來自於 JSERV的這個mini ARM OS 還有另外一個叫Ruby JIT compiler 那他這裡他會 如果你使用這種開源專案的時候 你去看你會發現說 他裡面的說明通常會告訴你很重要的訊息 譬如說怎麼樣子安裝 怎麼樣子建置 怎麼樣執行 這些事情 那你得仔細看一下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 他是採用這一塊開發板 那這裡你如果要寫這種程式 你會需要了解到它的板子的設定 輸出路的映射 然後CPU的類型之類的 那所以像了解CPU在做這種程式的時候 會是有重要性的一件事 那接下來要看的是啟動程式 那啟動程式其實是很 大概是作業系統裡面 一開始就要做 而且它通常寫法是非常奇特的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它的 這種啟動程式的寫法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叫resethandler 這是我截取它裡面的一段程式 所出來看到的 那你會看到resethandler進去之後 它就做了一些 搬移的動作 哪裡有搬移呢 這裡在搬移 看到嗎 這是一個fire迴旋 這裡也在搬移 這個是在搬移data段 這個是在搬移 這個不是在搬移 這是在設定 bss段 那各位知道什麼是data段 什麼是bss段 其實去年的那個系統程式 因為我們讓各位從CPU開始做 所以後面那一段 各位只做到了主意器 那真的很多東西我沒有講到 所以今年我打算把這些都講 不要再漏掉 那順便就是各位 既然系統程式沒有講來計算機結構講 雖然有點倒過來 不過也是不如小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在系統程式裡面 我有寫一本系統程式的書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它裡面其實通常會講主意器 連結器 載入器 然後聚集處理器 編譯器 作業系統 這些東西 還有虛擬機 那在主意器 主意完之後 以各位如果已經修過系統程式的同學 你們自己寫的主意器 對不對 你們產生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都是機器 二進位的機器 26進位的碼 這樣子 事實上最後都是二進位 那一產生出來的那些機器碼 以各位的例子通常是完整 完整的 也就是說我就直接不分段落的 然後資料和程式其實都是機器碼 放起來看起來都沒有任何兩樣 你們產生的那種機器碼是平坦的機器碼 它沒有任何格式的純粹就是機器碼而已 可是呢 一般的編譯器或主意器 它不會直接產生機器嘛 它會先產生一個中間檔 這個中間檔像Lenus裡面用ELF 那ELF這種中間檔其實已經編譯差不多完成了 可是還留下了一些調整的空間 調整的空間是什麼呢 第一個 它可能會把資料單獨放一區 程式單獨放一區 資料和程式各佔多少 然後從哪裡到哪裡 它會有很清楚的格式 告訴你 OK 那資料呢 其實還分成兩區 一個叫做Data區 資料區 另外一個叫BSS區 那為什麼要分成這兩區呢 因為Data區是放那種有初始值的資料 譬如說我今天宣告一個INT X等於5 那種X等於5這種是有初始值的 Data區是放這種有初始值的資料 包含有初始值的陣列 這種都是 那BSS區呢 是放那種沒有初始值的資料 譬如說我今天宣告INT X 後面沒有說它等了多少 那這種就是放在BSS區 所以呢 你在Data區的時候 然後 這些是有初始值的資料 那問題是 當你一開始啟動的時候 以這種嵌入式反折源 現在這些資料通常是放在 永久儲存的Flash Flash記憶體裡面 OK Flash是一種永久型的記憶體 記憶區 那 可是呢 這種記憶區有個問題 它不能一個位元 或一個byte一個byte存取 也不能一個自主一個自主存取 它要存取一次就要存取大塊 所以這種你沒有辦法拿來當 一般記憶體使用 因為你沒有辦法自由的存取 所以為了要讓你的程式到時候可以自由的存取這些變數 那該怎麼辦 就是 一開機的時候 先把它從Flash搬到RAM裡面來 把它從Flash搬到RAM裡面來 那你就可以自由存取 之後你就可以自由存取 那這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要寫這一段的原因 先把它從Flash搬到RAM裡面來 那第二段這一段呢 其實不一定是要做的 可是很多都會做 原因是BSS這種區段 它的初始值雖然沒有設定 但是有很多程式會 一開始就先把它設成0 避免說會產生一些 第一次執行跟第二次執行 有完全不同結果的狀況 所以一開始就把它清成0 然後最後呢 就做一些 系統的初始化設定 譬如說跟始終有關 始化有關 然後最後進入main程式 這種 是reset handler reset handler 叫重開機中段的處理程式 重開機中段 什麼時候重開機中段會被觸發呢 當你按下重開機鈕的時候 它就會被觸發 它是在硬體上面 被觸發的一種 中段程式 好 那這裡你就會看到 剛剛那一段 reset handler的用途 那 瞭解剛剛那個reset handler之後 我們再看其他的 就比較容易了 現在是完整的startup 啟動程式的程式 裡面就包含了剛剛的reset handler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一開始都是在做一些 記憶體音色的暫存器 或之類的常數值 之類的設定 那設定完之後 宣告一堆變數 那這些變數其實 待會再連結的之後 還會用到 然後呢 剛剛的設定 初始化時鐘設定之類的 再來 reset handler 就是剛剛那一段 然後呢 進入主程式 man 那另外還有一堆 其他的所謂的 中段處理程式 像nmi nmi是 non-maskable interrupt 不可遮罩中段 不可遮罩中段 這種中段是一定會發生的 那另外是 hard default 這些都是在arm的 cortex處理器上面所 所擁有的中段 那這些中段你必須要把它放在中段向量表裡面 中段向量表 那中段向量表通常是放在一個記憶體的固定區 電腦一啟動的時候呢 通常就會直接從這裡開始執行 會從reset handler的這一個點開始執行 所以剛剛我們reset handler進去要做那些事情 都是初始化的事情 因為這是進入頂 那剩下的就是剛剛的rcc i init的那些程式 那些程式都是在設定你的主機板 那讓它進入一個適合你現在程式執行的狀態 那這些都寫了之後 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我們要做的東西是很底層的遷入式系統 特別可能有OS或沒有OS 那這些東西呢 你必須要去安排每一個程式碼在哪一個位置上 每一個程式碼在哪一個位置上 怎麼安排呢 以GCC 其實業界非常常用GCC 各位在學校的時候 很多人都用devc++ 業界沒有人用devc++的 那 對啊 你會去哪一家公司說你們是用devc++ 這你死定了 沒有人用這種東西啊 那東西是玩具 只是用來玩而已 所以你用的是GCC之類的這種東西 那 又即使用Vidual Studio都都不多了 那事實上devc++的背後就是個GCC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OK 那所以 如果你去 我最近查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問題其實也沒什麼解答 就是 上大學到底是為什麼 那晚晚我就看到說 有一派的主張 上大學就是要學有用的東西啊 然後呢 另外一派的主張說 那不叫大學 那叫專科或技術學院之類的東西吧 那大學就 不是設計用來做這種建設體型的 大學是要追求高深的學問 而不是要學有用的東西 那什麼是高深的學問呢 可能你就會看到 哦 物理學啊 最先進的物理學啊 或者是 數學啊 之類的這種東西 那 可是 如果你今天 是以第一種角度說 我不要學有用的東西 這種東西有用 非常有用 而且目前在業界就是 就是非常實用的東西 但如果你用第二種角度呢 那你應該學 學一些更高深的東西 而不是只是在這邊操弄幾個位元 就結束了 這基本上就是在操弄位元嘛 可是 對於工程師而言 他們 有些人有句話說 特別程式設計的人 有些人有一句話說 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一切都是位元 沒錯 基本上 這是件事實 除非你會去操弄它的電源供應器 應該不太會 那你不是操弄電源供應器 你碰到的都是位元嘛 你所有的輸入也是位元在做的 那 在這裡 你就會有一個很奇特的矛盾 這種也不算矛盾 就是 就是 現代的大學 到底應該以實務為主 還是應該以理論為主 追求高深的理論學問 還是 我要能夠用 那我現在講的這個其實是比較偏向 我要真的能夠用 而且很有用 雖然各位現在可能看起來 覺得它一點都沒有用 那 等到各位去工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 啊 原來這些老師都講過 但是我當初都沒聽懂 之類的 那 另外 另外一種想法是 欸 我要學的是高深的學問 而不是 而不是 只是要為了使用 那 甚至他們要強調 譬如說博雅教育之類的 東西 那 那 那它代表說 我們學的東西不是固定的一種技術 而是 我要學一種 一種 追求 研究 更高深學問的能力 我們 我們 有些人主張要學這種東西 那這種就不太像 追求更高深學問的 能力那種東西 你可能 應該學的是 物理學 數學這種東西 那 這就扯遠了 那 這種東西是很實物的 我們就看它怎麼做 好 那你看喔 我們 從這邊一開始 它就說 它的進入點就是剛剛那個reset handle 那 如何安排呢 你看 我的記憶體 目前這一塊板子 或這個電腦的記憶體 它就分兩區 一區叫做flash 這個flash 是可以讀 可以執行的 另外一區叫ram 它是可以讀 可以寫 可以執行的 有沒有注意到 兩個插了一個w 這就是差別 為什麼剛剛 要先把flash 把data斷從flash 扣到ram 因為 這兩個 屬性就不一樣 好 那flash的 記憶體起始位置 是在0x0800 這邊 那ram的起始位置 是在0x2000 那0800這一段 總共有128k 那2000這一段 總共有40k 那你會發現說 那這中間還跳了很大一段 那一段幹嘛 那一段 就空著吧 基本上 你記憶體有一段 根本就沒有記憶體 那是沒有關係的 只要你不會去存取到它就好 只要你不會去存取到它 它有沒有東西在 無所謂 有沒有真的記憶體在 無所謂 只要你不去存取它 就ok 那再來 它就開始安排 每一段 是怎麼樣 其中 text 這是程式段 程式段 裡面 就包含了 is effect 中段項量 要放在 程式段的 這裡放前面的話 它就代表是最前面 那再來 其他的程式 其他的 程式 點 信號的這種程式 那 那這裡 是牽涉到它 編譯器和主義器的一些 編譯規則 它會有產生一些 text 在ELF 這種 目的檔格式裡面 還有一些text 點 信號的 段落在ELF 這種格式檔裡面 那另外會產生一些 road data 這種段落 那 road data 是指 read only data 只能讀的 資料 那另外 它會 設定一些變數 這些變數呢 設成點 代表說 我要取目前 這個位置的值 也就是 已經 塞完這個段落之後 後面的這個位置 記憶體位置的值 那 塞給這三個變數 所以基本上這三個變數 目前看來 應該都是同樣 那它說 這一段呢 是要寫到flash 那一段 所以flash 在哪 flash 在這裡 所以它會寫到這一段 另外呢 有data段 這些data段 這些data段呢 它說 它從sidata開始 然後呢 開始 一樣 把這些data段 這是設定變數 設定它的data起始位置 然後呢 這data結束位置 然後呢 然後中間呢 才是塞真正的data 那bss段也是一樣 我設定bss起始位置 bss結束位置 中間塞的是真正的bss資料 最後呢 我設定堆疊的中頂 堆疊是倒著長的 在這個狀況之下 它是倒著長 所以它先設定 設定最後的位置 其實是它的起點 好 那到了這邊之後呢 你就看到說 我們很清楚的指定每一段的位置 然後它只要能夠塞到正確的地方的話 接下來 你上面定義的那些 什麼edata estake 那些都可以拿來用 拿到哪裡用 拿到c裡面用 拿到c裡面用 c裡面怎麼用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不就有sidata 這是剛剛定義的那個sidata 在連結檔裡面定義的sidata edata sdata 這些都是連結檔裡面取出來 ok 所以現在大概可以了解 這些data的用意 好 那 再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裡 開始宣告了一堆所謂的handle的東西 這都是中段向量 那你可以看到中段向量 這裡 有reset nmi 但是在前面有塞了一個estake 這堆疊起始 位置 然後呢 有 有 硬的預設中段 記憶體管理的預設中段 匯流牌錯誤的預設中段 使用錯誤的預設中段 Svc handle 這個軟體 定義中段 然後 這些 系統 時脈中段 那 這個系統時脈中段 在後面很重要 因為 你作業系統要能夠 把 把那個 thread 執行到一半 要能夠搶回來 把控制權交給另外一個thread 必須要依靠這個系統的tick中段 否則你沒有辦法把控制權抓回來 它是一個硬體的東西 那你就需要把這些東西通通都塞到正確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把中段向量表就塞在這個flash的開頭 這也是在硬體設計上面 它就已經預設了 我就是要從flash裡面的reset handle開始之前 好 那這是啟動程式的部分 那看到這裡 一個嵌入式系統的架構大概也就差不多了 一個 甚至有嵌入式作業系統的架構也就差不多了 可是 還不夠 各位在寫c言的時候 你要會寫 makefile 專案監視檔 那這樣你才可以說 我下一個make指令 我就把整個專案都編譯好 而不會說 我今天 要編譯一個專案 我得下十幾個指令 那就麻煩了 可是 各位在用devc++的時候 你往往就是 反正我就用project 趕快不就好了嗎 可是 講過就是 那個東西是學習用的 它基本上是學校用的玩具 你不能拿它來真正開發 你必須要學習這種 比較大型的專案的建置方法 那 makefile你可以參考這兩篇 我覺得它寫的還算清楚 那我就沒寫 那裡面你就看到說 makefile長這樣 一開始都設定一堆變數 然後呢 接下來呢 這些變數可以用這種語法 在裡面替代 它其實比較像聚集 這些前面定義的聚集變數 然後做替代 替代完之後呢 你會看到 ok 它 有這種所謂target 現在target是誰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target是 os.bin 所以這個target 其實就會被替代成 os.bin ok 那第一個 all也是 後面也是替代成 os.bin 那每一個都用上面所定義的那些變數 這樣替代替代完之後 才是真正展開後的makefile 那這種makefile有怎麼用 讓你只要打一個make指令 它就可以建置完 所有的動作 那譬如說我要建置出QEMU這種虛擬機的 的版本 而且還要去跑執行 那我就make QEMU就好 那如果要建置的是要上板子的版本 那我就打make 直接打make或打make all 它就會建置出上板子的版本 好 那如果我今天呢 是想把剛剛make做的那些事情 所產生出來的檔案通通都清掉 就打make clean 那它就把它都清掉 那這種東西必須要從做中學 你理論懂很多 你最後還是不了解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要做中學 那非常建議大家向開放原始碼來學 裡面有很多很多你在學校裡面 其實從來都不知道的東西 那makefile的形式通常是這樣 它有一個A然後後面兩點之後 B1 B2 B3 然後下面是Command 1 Command 2 Command 3 那它代表說你要建置AE的話 必須要先建置B1 B2 B3 而且這B1 B2 B3建置好之後 還有還要執行Command 1 Command 2 B2 B3 那所以你看到剛剛的那個這一段 你就會看到說 它其實是說你要建置出OS.bin 你就要先建置OS.C START.C這些東西 然後呢 建置完之後呢 再去跑CC 就是GCC那些 然後去把它產生OS.ELF出來 那這OS.ELF呢 經過OBJCOPY之後 會把它轉成BIN OK 那另外它會把 用OBJDump 把ELF Dump到OS.LIST裡面 這是做報表觀察用 好 那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完整的跟E指令 就藏在這一段裡面 好 那 最後其實你會看到 它整個展開之後變很長 因為前面的這些 有前字號的通通都會被展開 那另外有一個很奇怪的幅畫是這個 這個代表的是這一段 也就是兩點之後那一段的所有東西 這個上鍵 MACFile裡面有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符號 但是 它都是為了方便而設計的 所以你看到它很奇怪 懂的人就覺得那是正常 好 那另外一個是 通常我們只會寫點 那這邊寫兩點再 只會寫等於 這邊寫兩點再等於 就有點像那個引用防護裡面用 他說如果這個變數沒有定義的話就定義 如果已經有定義的話就沿用 好 那這裡 OK 差不多就 清楚了 所以當你打MAC QE & Mu的時候 它就會 就會 直接跑QE & Mu System 然後去做 做好整個系統的動作 好 OK 所以你可以打MAC 或打MAC 然後 就會 建置出 OS.ELF 和OS.bin 還有OS.bin 那 基本上 這樣子 你可以打一個指令 不管你多大的專案都可以建完 事實上 以Linux的核心建置而言 也只要MAC一次就好 不過Linux的MAC 有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通常 大部分的人會先 做一個什麼Menu Config 然後 設定一堆東西之後 它會自動產生一個 很大型的建置檔 然後 再透過那個建置檔 再去MAC一次 那整個Linux的核心就會建置好 好 那現在我們大概已經 講完 前面的這五章 那就是從 一個 這裡 裡面其實已經包含了一個完整的 潛入式的 系統架構 而且裡面包含了 一個 潛入式的作為系統架構 但是 還有一些東西沒有細講 中斷案切割案 形成案現成 這些東西我還沒有細講 那 下禮拜有機會我們再來講這個主題 那甚至後面還有編譯器的主題 我們之後還會有機會再來講這個主題 所以我們這門課有點怪怪的 因為 系統程式的時候講 計算機結構 計算機結構的時候講系統程式 那不管怎麼樣 反正 最後都是要講 好 那因為看各位的進度狀況而定 好